对 寡人大婚在即 怎么 不留下来喝一杯洗酒再走吗 对于 可以预料到的一切 本王为什么非要看完全城呢 告辞了 宁翼 既然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那就得认 不送了 何连珍 你得好好地照顾冯之威 但倘若有一日 你伤害了她 那我会杀了你 我会杀了你 我会杀了你 寡人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我会杀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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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躲 看飞桥开阁 人间浪漫 经历了这么多事 你当真没有什么 要对芷威说的吗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部分 是不惜一切都不想去面对的 你也有 那何必 一定要说出来了 是什么 是什么令你向自己囚禁在心里 是你父皇吗 是他逼你的吗 那你回去要如何面对 芷威不知道 若你回去除了谁 我又能如何面对 芷威你要大婚了 你要大婚了 我 我还记得你说过 琴师是一个可以让你 躲避风雨之地 你不会有事的 当真是这么想他 过去已经过去 我们无力改变什么 至少 至少你还有何连珍 他会保护你 是 是 是我芷威选择了自行出嫁今世 可宁毅你告诉我 我能怎么办 我一个人度过了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 每晚都是哭着入睡醒来 不知道希望在哪里 那时候你又在哪儿 是贺连珍每晚陪我哭 逗我笑 哄我吃饭 走 让你当利物华科员过来走 这位 他让本王去找一个木头 要亲手给他捉一根簪子 他再告诉本王 要一个人在等着我 不要那么轻易就死了 你我之间 不能只留下 愤怒 只留下悔恨 这位 我们无力改变什么 那就向前看 但你要知道 向前看和放弃 是有区别的 秋风起 谁在叹息 你 没梦里 爱恨交集 容颜已 你 淡花了风景 胜一场 今宿传奇 最先行 前途万世 最亲密 如临大地 世事如今 只选你对应 王后 看一下可欢喜啊 这可是贺连大王亲自挑选的 这位 你我二人之间 不应该只留下悔恨和愤怒 既然一切无力改变 我们应该向前看 但你要知道 向前看和放弃 是有区别的 算这只吧 今日乃王后大婚之喜 这只 未免太过寒酸了吧 既然是本宫的大婚之喜 自然要随了本宫的心意 何时轮到你等在这儿折 奴婢不敢 二等咱且退下吧 姐姐 姐姐你替我摊上吧 你又何必顾作欢言呢 你又何必顾作欢言呢 我认识的风之威 不该是由心而为 快以天下的吗 何为真 何为假呀 如今的风之威 不就是一个假的王后吗 哪里还会有真的欢言呢 有 至少花雄见过 在明海 你为了楚王生病而紧张 是真的 不惜以身试药是真的 当得知他病好了之后 你那喜悦的眼泪 全都是真的 可是接着贺连征 逃离天圣皇帝的杀性是真的 答应贺连征做他的王后 一求一世平安 也是真的呀 好 你既然真心要做贺连征的王后 那就把这木簪子毁了吧 就当做 把过去的念想全部都断了 做一个真的风之威 不要 姐姐 真的风之威 太可怕了 可怕 满心的恶念 满心的愤怒 满心的理由 他恨不得回了这世界 一心只是想要他 走 我这就带你回天生 我宁愿看到一个 活生生要毁了一切的凤之威 也不要一个死了心的假王后 才算 将这个妖言火中的花雄 给寡人押出去 何连征 都是之威的错 求你放过花雄吧 这位 你一定要在今日 伤了寡人的尊严吗 这位 爱情和联军 令他们都退下吧 令他们都退下吧 爱情和联军 令他们都退下吧 你不必跟寡人解释什么啊 你不必跟寡人解释什么啊 寡人心里都清楚 你是怎么想的 寡人心里的 要与你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 我对你一致气势 我逼你喜欢寡人 今日之后 你若当真不想再留在今世 寡人 寡人 放手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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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故 准备 要瘴 嗨 unfamiliar 这回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有段姻缘 只可惜是假姻缘 你来找本王 不就是想了断这段姻缘吗 宁盈 我回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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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以后 你就是寡人的妻子了 志愿 对 从今以后 赫连军就是志愿的夫君了 参见金师王 参见金师王后 志愿 寡人一定会信守承诺的 因为寡人相信 你会忘记 你会忘了她的 我也希望那一日快点到来 中心平身 去拜见母后 去拜见母后吧 尔臣参见母后 果然是一对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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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为 从今往后 你就是金师王后了 作为金师王后 以后 哀家相信 贤良淑德 才智过人 定能母仪天下 受金师百姓之爱的 儿臣定当捷径所能 不负母后所愿 有你这句话 那哀家就放心了 作为金师王后 第一件事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为赫连王族 开枝散叶 为赫连王完成后祀传承 母后 此事 怕也急不得呀 此乃甚于父王遗愿 也是赫连王族扶植之所在 不得有误 今晚原坊 我会派起居郎厅房 寄入金师起居中 报 启禀大王 大约安王晋思雨 陈兵十万 要攻打白头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兵马已到何处啊 献兵马已至白头牙哀口外 来 启禀大王 大约突然禁犯 怕是想趁着金师新王登基 以攻打为名 索取立仪式针 那立卿家的意思 何连列仍然在讨 王都之内党羽尚未肃清 大王又新继位 以微臣的意思 是 不如这次求和 这求和 有孙我金师国的王威 是啊 求和 寡人初登大保 若守战便龟缩求和 那不是长了他人志气 若大约皇帝闻学 当真以为金师内乱 寡人软弱 倒是大举来办 我金师 岂不是可会更陷于危难之中 这 只为自愿请战 只为于天社 曾任明海寻暗 如今我乃金师王后 金师有难 只为择武旁贷 请金师王恩准 只为大夫出征 前往白头牙 迎战大远安王 请大王恩准 奉之威麾下副将华琼 前来报到 华琼 之威 我穿这身战袍 跟你一起出扔 怎么样 不可 我不能再置你于危险境地了 只为 你我是至亲姐妹 你要出征 我又怎能躲在金师苟且偷生呢 华琼 你不该受我牵连 战场上刀剑无情 我孤身一人死便死了 可你 出征之前尽人生死 你有我有难医 又何来孤身一说 我 况且你不是为一个人而战 你是为所有人而战 我必与你共同面对 好 战场之上你我二人 共同面对 这位 是 妮仁还是不放心让你去战场 还是让妮仁驾亲征吧 此战并非京师灭国之战 哪里值得国军出动 当局混乱 你还是留在朝堂 安抚明星才是政令 你当真要去啊 何连军 你我虽不是同床共枕的亲密爱人 但我奉之卫始终视你为朋友 兄弟 可是那晋思宇为人狡诈 我三万金师军 对阵十万大岳郡 时梦不济一力 你如何胜得了他 晋思王后也是往日天生的无双国师 晋思宇的妙算老道 不会考量不到此等关系 若是你去了 他必定急功拿下你便是拿下了整个晋识 他振前对我 必定轻敌又不会煽动 杀我事想 受以天圣出兵权柄才是真 所以我去比你去更有胜算 那要以自己安慰为重 大王请放心 王后身边还有我呢 若是遇到危险 华穷定以性命相报 华穷定以性命相报 为你亲节战宝 何连郡亲身一重 是只为赔不上大王 来者何人 立刻止步 我乃赫连大王手下侍卫三损 封王令 缉拿叛贼赫连烈 回王城问罪 请守押官开门放行 你就是大王的侍卫三损吗 可要抓到贺连烈啊 我三损出马 岂有失手的道理啊 来人 带贺连烈 守押官 你可实得此人哪 堂堂王叔 也有着阶下求知 开门 安王殿下 我有一方 虽然路途艰难 但是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进入白头牙 殿下 可有胆一试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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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鱼暗亡 给我拿下锦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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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 不好了 今次你偷袭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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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你偷袭主 今次你偷袭主营 你偷袭主구� 请问主的 出事了 林英姑姑被一群 身份不明的黑衣人 解走了 堂堂金雨薇 如此无能 去告诉顾言 林英姑姑有半点差池 我摊了她的骨头 地下恕罪 属下这就去找 快去 是 贝马 我自己去找 主子 你无照顾的祝福 你不能抗旨啊 我一定把姑姑给你找回来 去 十万 什么呢 开车 开车 凤之威生死未婆 请准许宗臣 立即赶往白头牙使救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放心 他会得救的 殿下 宗首领 你留在地经另有要务 事关复国大业 宗臣 谨遵令狱 你呢 他会得到我 你的婚事 你不懂了 我都会回来 不懂 你不懂 好 你别过来 你是谁 这里是哪里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别想骗我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如何了 欺骗主的 结识林股的黑衣人 尚未查清 不过另外一件事 倒是有些美目了 冯志威 这的确是出事了 如今下落不明 世事难了 盘王机关算尽 却露上了金思雨的贪欲 原本为了冯志威 他一世周全 盘王选择远离他 而现在他沦为阶下囚 是盘王害了他 主子的意思是说 凤之威现在在禁思雨手上 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不用 这段恩怨 本王亲自了解 可是你现在 而且这宗正司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脱身的呀 杀了少你的人 杀了少你的人 会愿意看这本王 好好在这儿待着吗 那主子究竟做何打算 这位姑娘 你别怕啊 你知道的 你看我两手空空的 跟你一样被囚禁在这里 也跟你一样惊恐 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 那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吗 我知道这里是 大越安王靖思雨的地方 姑娘 如果你真是安王的囚徒 你知道的越少越安全 如果你不是 我说什么你也不会信的对吗 你说得没错 我的确是安王的囚徒 来自日落族的家荣 而你既不愿多说 我便不问了 不过 我猜你大约是来自金狮国 对吗 看来 看来家荣姑娘已经知道 安王侵犯金狮国的事情了 前几日 原自林闹过一阵子 我本来是被关在地牢的 后来抓了很多人回来 没有地方关了 他们才把我押到这里的 那你可有看到那些战俘吗 他们可有受到刑犯 pel手 一切按主子的计划顺利进行 三日之后 必定制造出混乱局面 助主子脱身宗正寺 这位姑娘 我想冒昧地问一个问题 金师国的王后 是否出生于天圣 正是 佳蓉姑娘 你是否也有故旧亲朋身在天圣啊 我曾听闻 天圣皇帝曾有一位宠妃 也是出自于日落族的 若不是因为这位天圣皇帝 佳蓉也不会沦落至此 那倒是跟王后有些相似 要不是因为天圣的皇帝 她也不会远嫁进食 也就不会被俘了 皇后被俘了 你可曾见过她 只是听御族们说 安王立了大功 捉拿了金师王后 那你可知王后病就在何处 御族们说 安王派人去天圣 查访王后资料 只要证实了王后的身份 其他战俘就会被放 也许 你很快就可以离开普元了 安王后有这段好心吗 我看怎么不想 我看怎么不想 你 出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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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什么 佳蓉姑娘可有什么好消息 要告诉本王啊 这东西是 我 还能够认识 他 还能够认识 他 把他 自己未曾见到王后 未曾多言其他 佳人姑娘 你还记得本王前几日 同你说过的话吗 奴婢不敢忘 求殿下开安 实在是那女球 真的不信任奴婢 她不信任你 是你的问题 是你啊 演得不够像啊 那我来帮帮佳人姑娘吧 殿下开安安 殿下 殿下 老头 金师国的战俘们 都给我听好了 若不如实交代 哪个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那么每隔一个时辰 我就斩杀一名金师战俘 你 最后一次机会 哪个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我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我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你 她说啊 她说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她说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可是金师王后奉之威 她说是金师王后奉之战俄 我香港奉之威 我们的威力 肯定得 我 她说了 请 既然两位都说自己是金师王后 那本王只好不分彼此了 来 薄酒一杯 也算是给两位接风 这酒可好呀 怎么 你们两位 连这一杯酒都不敢饮啊 安王还真是会说笑 本帅于白头牙 见识了大悦安王 麾下的十万大军 也不过刀头舔血而已 难怪敢自称是金师王后啊 尤丹是好一个刀头舔血 不过 你二维身为义军之帅 被请约本王这小小的谱原 也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事情吧 我二人本就是规格女子 以三万金师军大败安王十万铁骑 立有不代被安王请到这蒲城 也算是对得起金师百姓吧 大胆 你不论是不是金师王后 今日也不过是安王殿下的阶下囚罢了 你有何颜面口出狂言 我真是尚不正下层次啊 安王设业 竟有得属下在这里大呼小叫的 这大悦的规矩 本帅算是领教了 姐姐这话说得好 尚不正下层次 安王应该好好听听姐姐的教诲 调理好部下 免得下次再打败仗 殿下 此二人着实刁钻 王爷何必跟他们废话 不如交于属下大行伺候 果军 把剑收起来了 你怎么就只想到了 咱们十万对他们三万 却没想到 咱们还俘获了一帧一家 两位王后呢 下去冷静冷静 好好再算算这本账 是 让两位贵客见笑 这郭骏与本王啊情同手足 就如同你二人一样 我想 若是有一天本王不幸落难 他必定也会像你二人 其中的某位一样 替本王扛下一切劫难 这等情谊 两位想必是能够体会吧 难得安王如此明白 我们姐妹情谊 那也应当明了 今日宴晴 也不过是白白 耽搁殿下的时间罢了 并不能易姐殿下心中疑惑 妹妹这话说得好 今日 就趁安王尚有闲暇 我们就品一品这大月佳酿吧 启禀殿下 好 两位慢用 本王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马上就要回来 陛下已经听信谣言 竟派了一万伙都尉 前往补城船址 看来父皇对我受伤一事 还是没有尽心 倒也在本王意料之中 殿下可有应对之错 速速传令京中密探 设法令太子得知 本王手中我有杀手锦 我倒要看看我这太子哥哥 还能不能安坐东宫 属下立刻去办 金狮方面可有消息 目前尚无消息传来 将金狮王后被浮于蒲城的消息 传往金狮 是 好 好 好 阿姨 何人 何事 官爷 企业解个手 参见楚王殿下 明丽 楚王殿下 您回来了 您回来好啊 咱们又能有酒有肉了 对了 楚王殿下 霍老三怎么不来看看咱们呀 话说他酿的酒啊 才真叫美酒呢 霍书现在天上 酿了好久等着帮忙了 有一个被人使用 冤死来的鬼 给他好好葬啊 既然两位女帅不愿直言相告 不如本王跟你二位玩一个游戏 下点小赌注 如何呀 那安王要以何为赌 又用何作注呢 本王放二位在这蒲园里 随意行动 五天为限 若是你二位能出得了 这萧萧蒲园 本王愿赌服输 释放所有金石战俘 那如果我二人做不到 又当如何 做不到 那如果我二人做不到 本王也会宽慈为怀 这战俘我照放 但是真正的金石王后必须显身 怎么样 两位女帅可敢应战哪 就以安王所言 请 请 请 受伤了没有 回来了就好 姑姑这两天食不值位 寝不安眠 一切都好 姑姑 你放心 以后你就留在林姨身边 林姨再不会让你受任何苦了 殿下的心意 姑姑心脸了 只可惜 姑姑尚不能陪伴在你左右 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 咱们这是出城了吗 对啊 本王带你去 不行 不行 姑姑 林姨不能离开地京 姑姑 不行 不行 你让我回去 姑姑姑 好好好 您唱 请唱 姑姑 我回去 玉 玉 玉 让我回去 姑姑 姑姑 你为什么不能随林姨去 你这是要回哪里 我 我回去 我 姑姑 姑姑 到底发生什么你跟我说的 当年你随母妃 从大月来到天圣 在这里无亲无故 如今母妃已经逝去 还有什么值得你牵挂的吗 殿下 莫要再问了 老 老奴不能说 不能说 为什么不能说 殿下 你只需记得 只要陛下尚在 你我都不可离开地境 你记住了吗 姑姑 姑姑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你快告诉我 什么事 说呀 姑姑 雅乐 母妃怎么了 你 她 她 她太 太悦了 姑姑 你相信林姨 此次随我去 我一定会回来 天地为鉴 你 你也逃脱了 如何逃脱的 回禀陛下 宗正寺中 有犯人不知道 受何人指使 企图刺杀楚王殿下 后被狱卒截杀 楚王殿下 借运出失手之机 得以逃离宗正寺 受人指使 何人指使 都是朕这个好皇子 一手送话的 宁毅现在满天过海的本事 越来越大 顾言 臣在 立刻给人抓回来 微臣 遵旨 顾言 你若拿不回宁毅 你就亲自去刑部 领抗旨之罪吧 陛下明见 微臣定会尽力追捕 可是 可是楚王殿下那性子 万一 没有万一 若您一胆肝抗旨 朕准你格上无论 陛下 这 陛下 万万不可 万万不可 顾言你还不回去 臣遵旨 陛下 陛下 收回同兵之人 朕不想再受这个逆子要蟹了 不想再受这个逆子要蟹了 至死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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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顾指挥使 顾衍恳请殿下 立即随微臣回宫 若是本王不答应呢 陛下说 格杀无论 看来这次父皇是真的安老了 殿下 勺您公主之死 陛下也起了疑心 加之宗正寺内 有人企图要谋害殿下 更坐实了 有人从中捣鬼的事实 只要殿下现在随微臣回宫 面见陛下 就推说 擅离宗正寺 只不过是为了保命而已 恳求陛下做主 我相信陛下定会彻查此案 还殿下一个清白的 只会使得个用心 本王明白 但在眼下 本王是绝不会跟你回京的 殿下 微臣曾经答应过要效忠殿下 可是经过宁川异议 微臣也发誓 此生誓死效忠之人 定不能违背忠义二字 如今殿下所为 可否担得起这忠义二字呢 今日本王有要事在身 不畏忠却畏义 只但此事一了 回自行回到地境 向父皇请罪 好了 好 王爷可以抗制 微臣不干 所以还请王爷 给微臣一个 回去交差的理由 顾言 再次谢过 顾言说 顾言说 您请告退 一会儿 怎么办 ashiu 赢了 最后有关 느�消息 也难听把你回来 有可能 至于三个人 未来 是 他不等了 他不等了 你说呢 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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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 那金思雨绝不甘心 只做了现散的王爷 所以这次白头亚战伴 他必会被朝中政敌劫及攻击 我这个青蛇王后的身份 应该是他的报名工具 他不会贸然杀过他 那万一金思雨另有他徒 那岂不是正中了他的圈套啊 你放心 以我一己之身 换你和其他战俘的安全指导 况且到了大悦渡车 我自有盼望渡身 这个你就不用奔心了 你这办法万万不行 你怎知 金思雨一定会将金氏王后 压戒金经领功 即便正如你所言 那倒真可或议 一旦见了大悦皇帝 我就真认是个赝品 那金城必定不会饶了金思雨 你怎能听死 只能一旦有盟 以这仇为 这只虚拟感 其实又有盟 有盟 这只仇为 还能不回唤 那天真是 没想到本王 还是高估了你二人呢 既然舍不得离开这不愿 来吧 愿赌服输 请真正的王后 出来吧 就不劳暗王费心了 我二人愿以性命 还了你的赌约 言而无懈 我可不喜欢你 好 本王今日 便随了你二人的愿 说吧 谁先来 我来 启禀殿下 天圣楚王宁义 在园外求见 据先报所说 楚王宁义因为杀了韶宁公主 被天圣地全境通缉了 有意思 让楚王殿下 在我书房等我 你们两个 好好再想想 楚王殿下 别来无恙 多谢安王殿下惦记 方王真是狼狈得很啊 楚王天下大才 谁人不知 这世上居然能有难得到楚王之事 可真是稀罕了 殿下请入座 好 好 阿王殿下 你这是没有赞啊 完全不是真心话 想来 你我处境相似 虽然都是皇子亲王 但尚有父皇 似物理抗花 态度不明 下有兄弟 如虎狼环绕 石刻惦记 你又何必嘲笑本王了 楚王殿下 果真是思雨知己啊 不知楚王 有何事来我这小小扑城 有什么需要本王效劳的吗 安王殿下 想借你这宝地暂留几日 以夺我父皇的天子之怒啊 照理说本王实在不该推举殿下 可眼下 本王也是岌岌可危 这扑城未必是安稳之所在 本王万一要是解不了这危局 连累了楚王殿下 可如何是好啊 原来安王也有繁星事 古话说 一人即短 二人即长 说给本王听一听 也许我可以帮您参想参想 楚王此言倒是令我毛色顿开 恐怕这事 还真的非楚王莫能相助 殿下稍事休息 一会儿咱们一步话听 好 好 朕知道 你是有意放纵楚王逃逸 否则依你的身手 不可能被宁以所生 说吧 给朕一个赦免你死罪的理由 其实当你准备着 基兵陛下 幂尘以为 此案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 太过诡异 对 楚王殿下 眼前这两位战俘 便是解决你我二人困局的关键 还请楚王殿下告知 谁才是那个该被处死的 假缝之尾